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上帝的脚踪 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把这一段的路程详细的跟各位说明 是哪一段路程呢 就是以色列百姓从第一次抵达加迪斯以后 他们向南在亚拉巴古地上下的这样的流浪之后 第二次再回到加迪斯 这中间将近有38年的时间 他们跑到哪里去了 根据希伯来学派的这一个美国的地理学家 这个弗里斯他的论述 接下来我会很详细的配合着经文 一步一步的跟各位来解释 以色列的百姓从第一次抵达加迪斯之后 他们离开加迪斯了以后 在第二次回到加迪斯 这中间的38年 他们到底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还是翻到明书记的33章16到36节 这里是指从西乃山一直到加迪斯 中间共有20站 我将经文还是跟各位来朗诵一遍 从西乃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 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 安营在哈喜路 从哈喜路起行 安营在利提马 从利提马起行 安营在临门帕列 从临门帕列起行 安营在利拿 从利拿起行 安营在勒萨 从勒萨起行 安营在基西拉他 从基西拉他起行 安营在沙非山 从沙非山起行 安营在哈拉大 从哈拉大起行 安营在马吉西路 从马吉西路起行 安营在塔哈 从塔哈起行 安营在塔拉 从塔拉起行 安营在密迦 从密迦起行 安营在哈摩拿 从哈摩拿起行 安营在摩西路 这里的摩西路 就是第一次 起达加迪斯 这里的加迪斯 就是第二次的加迪斯 以色列百姓第二次来到加迪斯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 就是从这个摩西路 摩西路到加迪斯 第二次抵达的加迪斯 这中间的行程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重点 我将刚刚上面的经文 把它用表列的方式 在这一张的PPT可以看得出来 各位就可以看到 第十二战叫做 基伯罗哈塔瓦 第十三战叫哈喜路 第十四战叫利提马 第十五战叫临门帕列 第十六战叫利拿 第十七战叫勒撒 第十八战叫基西拉塔 第十九战叫沙非山 第二十战叫哈拉大 第二十一战叫马吉西路 第二十二战叫塔哈 第二十三战叫塔拉 第二十四战叫密加 第二十五战叫哈摩拿 接下来就很重要了 第二十六战摩西路也就是 这个Fritz这个地理学家 他认为这里就是所谓的 第一次进入加迪斯 然后到了第二十七战 比利亚干 第二十八战 约巴塔 第二十 荷哈吉甲第二十八战 约巴塔第二十九战 阿伯拿第三十战 以寻加别第三十一战 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就来到所谓 虚映的旷野加迪斯 这里就是所谓的第三十二战 也就是他们第二次进到加迪斯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从第一次进到加迪斯的摩西路 二十六战一直到三十二战 这中间他们整个的行程 通通都是在所谓的亚拉巴的这个古地里面 上下的这个流窜 那我们要进入到亚拉巴古地之前呢 我还是跟各位来介绍这一张地图 各位现在看到PPT这张地图 编号一呢 编号一的位置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弗里斯 他所提出来的所谓加迪斯的位置 这是希伯来学派的这位教授所提出来的 编号二呢 各位看到这个编号二呢 就是传统加迪斯的埃及学派 认为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所谓的古达瓦 那编号三呢 这个加迪斯呢 是在约旦的境内 叫做佩特拉·佩特拉 那这个是希伯来学派里面的 拉奕米这位学者 他所提出来的 编号四呢 各位看到编号四就是传统埃及学派 认为所谓的这个西乃山的位置 那编号五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希伯来学派所谓西乃山的位置 也就是在劳兹山脉的这个 Mountain Magra 就是所谓的米殿地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张的地图 这张地图我在上一集有放给大家看过 但是我这次为什么还要再重复地拿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一张的地图非常的重要 你有这张地图的一个概念在你的这个 在你的这个 这个老袋的框架中呢 你再读这下面的经文就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那这一张呢 各位看编号一呢 就是所谓的希伯来学派的西乃山 然后他往上走呢 他们从西乃山出来往上走呢 他会大概这个所谓的这个 另外一个 Rahimi他认为在 加迪斯在约旦Petra境内呢 的二号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Petra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编号3 编号3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摩西拉 编号3摩西拉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 荷尔山 也就是这个Fritz的这位学者 他认为荷尔山是在编号3这个地方 编号3事实上就是在这个 死海的西南方大概50公里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在这附近的编号4 就是所谓的加迪斯 这个我们在上一集都有介绍过 这也是这个Fritz这位学者呢 他认为编号4呢 就是这个希伯来学派的加迪斯的位置 然后顺着编号5这根红线下来呢 编号5这一根红线呢 整个就是所谓的加迪斯 加迪斯所谓的这个亚拉巴古地 我们刚刚跟各位讲的这个所谓的摩西路26站呢 一直到32站的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呢 他就是在这个中间呢上下的来回 他在这里面呢 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一共待了 根据这个这位学者的这个解释呢 他们以色列百姓在这边待了将近有37年到38年的时间 都是在这边流浪的 那这个编号第六呢 就是所谓的以拉他和羽群加别 所以加迪斯和以拉他羽群加别 中间就是所谓编号5的这个亚拉巴的古地 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的相关的地理位置 各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后呢 就比较容易了解下面的经文 我为了要让各位更清楚的能够了解呢 这一个地理位置呢 我特别将这两个这张PPT里面有两个地图呢 放在一起 那这里呢就是所谓的基伯罗哈塔瓦第十二站 出埃及记第十二站 一直走到摩西路 摩西路第26站 也就是第一次进加迪斯巴尼亚 他所经过的行程 他的行程是从沙烏地阿拉伯的西北边呢 一直到约旦的东南边 各位可以看到左边这一张地图呢 上图呢就是西乃山道加迪斯所穿越的地方 他穿越了哪几个地方呢 第一个呢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西北的沙漠 第二个呢就是约旦东南的这个瓦迪网 第三个呢就是王道 就是在约旦境内的王道 Kings Highway 圣经里面的王道 东边沙漠的高速公路 他也经过这一段土地 这一段地区 然后再来就经过了所谓的佩特拉 经过了那个Petra 各位可以看到 在地图上我打岔的那个Petra 那个地方 然后第五呢 他会经过亚拉巴的古地 亚拉巴古地呢 就是从这个加迪斯呢 就是这个死海东南端的加迪斯 一直到以形加别上下的这一个的古地 就叫做亚拉巴古地 各位看到右边这个地图就 我就再把它精准的 把亚拉巴古地呢 把它用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框框把它框起来 各位就可以了解 上面呢编号1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所谓的加迪斯 也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呢 他认为加迪斯在死海东南方的 西南方的这个地方 那第二呢 第二就是指这一个框框 从1一直走到编号3这个地方 整个从死海的南端 一直到下面的阿卡巴湾中间的这个古地呢 就叫做亚拉巴古地 那编号3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阿卡巴湾北边的这个 亚拉巴和亚勋加别所在的地方 那接下来再来跟各位再看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就是我把它放大 就是1号就是加迪斯 就是加迪斯 美国学者认为的加迪斯 这个2号就是指这一个框框 就是指亚拉巴的古地 3号呢 编号3呢 就是亚勋加别和亚拉巴 亚勋加别和亚拉巴 那出埃及记呢 在亚拉巴南北串流的路径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又到了26站 摩西路一直到32站的逊德旷野加迪斯 这中间所停留的地方呢 都是在亚拉巴古地里面上下活动 至于怎么活动呢 接下来会有一张这个美国的地理学家 Fritz他很精心制作的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上面呢 我会配合着这个地图呢 然后这地图上面所有的经文呢 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给各位解释 那等一下 等一下待会我会帮这个地图呈现给各位 你在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会从最左边开始 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 由亚拉巴东部进入加迪斯 37年流放开始于加迪斯 也就是第一次进到加迪斯之后 离开第一次离开加迪斯之后 他们37年的流浪就开始了 并陆续扎营在亚拉巴的古地 最后呢他们向南呢抵达了红海 红海边上的与行加别 这个圣经都有经文可以来佐证 在第40年初 就是出埃及记的第40年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呢又回到了加迪斯 他们再回到了加迪斯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接下来那个图表的最右边呢 是以色列人经由亚拉巴向南行 抵达阿卡巴湾最北端的山脉的入口 在绕过以东和摩押呢 红色的这个虚线显示亚拉巴古地 三处扎营的地方 这该三处呢就是所谓的比罗比干米亚 还有一个就叫谷歌大 还有一个叫约巴塔 那这三个地点呢 在接下来的图表会跟各位解释 又被随后放流时再度造访 这个再度的造访 接下来我就将这个图表呢 把它显示在这个荧幕上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这张图表呢 它还看起来还是蛮复杂的 那我把所有相关的经文呢 还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 各位只要从左边到右边 顺着这个我的编号 一号就是那个红色红线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的箭头呢 从左边到右边 我把所有相关的经文呢 一一的来跟各位诉说 各位在看这个之前呢 一定要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 因为它牵涉到很多的地点 很多的经文 好各位我们就来 我们就来从这个 这一张的图表呢 各位从最左边呢 红色的这一个箭头 红色这根线 第一条红色的这根线呢 最下面呢开始 这里就是圣经里面 在生命纪的一章十九节 它里面有提到 经文是这么说的 在图表上呢 没办法显示经文 因为经文太长 我特别用另外 用文字的写在纸章上 我现在把这个经文呢 再慢慢的来给各位 来朗诵 让各位有一个全 听到这个经文 就会有一个整个 这个路程的整个的了解 第一个就是生命纪一章十九节 我们从这个图表的最左边 最左边的下面开始 顺着这个第一条红线 生命纪一章十九节 我们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所吩咐的 从和列山起行 经过你们所看见 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 到了加迪斯巴尼亚 他们就是要往上走 要经过这大而可怕的旷野 亚拉巴古地 要到加迪斯巴尼亚 然后各位就顺着这个 就可以看到 在上面左边上面 有所谓的 《明述记》的三十三章 三十节 事实上这个图表 我再跟各位再解释一下 这个图表呢 它是根据《明述记》的三十三章 出埃及记的那个行程 所做出来的 但是这个行程呢 把它做出来之后呢 还有很多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呢 它就从圣经里面 其他处的经文 把它拼凑而成 所以这一张的地图呢 它是把所有的 有关出埃及记的行程 相关的经文呢 放在这个骨干 就是《明述记》三十三章 这里面的骨干呢 骨架中呢 它有不足的地方呢 它从圣经的其他处的经文 加以补充 来把这个图形呢 这个整个行程 弄成一个全貌 把它弄出来 好 我们就来到了 所谓的《明述记》的三十三章 三十节 这里面讲到 从哈摩拿起行 安寅在摩西路 安寅在摩西路 这摩西路就是第二十六代 也就是第一次进加迪斯巴迪亚 他们第一次进加迪斯巴迪亚 好 进去之后呢 进去之后他们就来到了《明述记》的十三章 二十六节 《明述记》的十三章二十六节 他这么说的 过了四十天 他们窥探 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 见摩西亚伦 并以色列的全会众 回报摩西亚伦 并全会众 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这时候就是以色列从加迪斯派探子 去看这个迦兰地他们回来 就是这一段的经文 接下来各位再看 《生命记》 《生命记》的一章 《生命记》的一章四十节 《生命记》一章四十节 对不起 《生命记》一章四十六节 住在那三地的亚摩利人 就出来攻击你们 追赶你们 如蜂涌一般 在西尔沙退你们 直到河尔玛 然后你们便回来 在耶和华面前哭嚎 直到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 也不像你们策耳 四十六节 于是你们在加迪斯 住了许多的日子 重点就是这个四十六节 他们证明 这个经文证明 他们在加迪斯住了一段时间 接下来呢 就是《民宿记》的十四章二十五节 十四章二十五节 这里怎么说呢呢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志 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 并得那地为业 二十五节 亚玛利人和加兰人住在谷中 明天你们要转回 这边讲说明天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等于说他们要继续 要往下走了 他说明天我们要继续要走亚拉巴谷地 到红海的旷野去 然后另外就是生命记的 生命记的一章四十节 也有这么记载 他是这么说的 至于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各位我在读经文的时候 你就看到荧幕上的那个经文 他所在的位置 你顺着这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进入到生命记的二章一到三节 生命记的二章一到三节 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是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他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 你们绕行这三的日子够了 要转向北去 要转向北去 等于耶和华告诉他们说 你们绕行这个日子够了 要转向北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第二条的红线 第二条的红线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图表上面 第二条的红线呢 它是第二条的红线 它是从27站到31站 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第27站 27站到31站 也就是与寻加别这个地方 他们就往南走了以后呢 他们就先往南走 再往北走 先往南走呢 南走就是看到 民数记的33章31节 各位可以看到图表里面 在第二根红线的中间 有一个民数记的33章31节 怎么说的呢 从摩西路起行 安营在比利亚干 摩西路起行 安营在比利亚干 然后再来就是 民数记的33章32节 他们继续往南走 从比利亚干起行 安营在和哈吉甲 继续往南走 然后再继续往南走 民数记的33章33节 从和哈吉甲起行 安营在约巴塔 这时候他们等于是在 在这个亚拉巴谷呢 在上下的流窜 现在是往下 是往下 然后呢 看到民数记的33章34节 从约巴塔起行 安营在阿伯拿 然后呢 再看到民数记的33章 35节到36节 这边怎么说的呢 从阿伯拿起行 安营在与寻加别 他们等于从北边 从摩西路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下面 走到了这个与寻加别 然后36节说 从与寻加别起行 安营在迅的旷野 就是加蒂斯 等于说 他从民数记33章36节之后呢 他很快的又往上走 又顺着亚拉巴的 这个古地往上走 又走到了这个 这个迅的旷野加蒂斯 就是他们第二次来到了这个加蒂斯 这就是这一个图表呢 由这个美国的地底学家 弗里斯他所制作出来的 接下来他们到了这个加蒂斯之后呢 接下来各位就可以看到 所谓他上 他回到加蒂斯呢 往上走加蒂斯是顺着这个 第三条红线往上走 第三条红线 他是在以寻加别的31站 迅的旷野就是加蒂斯 他们到了第32站 就是第二次进到加蒂斯里面的 这个往上走的路线 他中间呢 他特别有提到 他经过了比罗比利亚干 这个比罗比利亚干呢 就是先前的比利亚干 各位可以看到 生命纪的十章六节 这时候呢 你再翻到生命纪的十章六节里面有讲到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利亚干 或坐亚干井起行 到了摩西拉 到了摩西拉 亚伦就死在那里 事实上他所谓到了这个加蒂斯里面 因为摩西拉就是所谓的这个荷尔山 也就是在这个加蒂斯的附近 加蒂斯的附近 亚伦死到了摩西拉 也就是荷尔山 亚伦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他的儿子以利亚撒 接续他公祭司的职份 因为摩西 这个摩西路呢 这边所谓的摩西路和摩西拉呢 摩西路就是所谓的加蒂斯 第26战 那这个摩西拉呢 也就是生命纪十章六节里面讲的摩西拉呢 就是所谓的荷尔山 那这个奥秘是在那里呢 这个摩西拉希伯来文的负数呢 就是摩西路的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 然后我们讲到这边呢 我们带各位再继续的 你继续的看着这张图表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 明书记的33章 明书记的33章36节 36节就是第三根红线的上面 箭头上面 这边有一个明书记的33章36节 这边怎么说呢 从与寻加别起行 安营在寻的旷野 就是加蒂斯 这是从另外的经文来证明 他们的路径 同时也可以得到证明 从哪边证明呢 从明书记的20章1节的经文 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 都到了逊的旷野 就住在加蒂斯 米利安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等于这个 美国的这位学者呢 Britz呢 他就利用这段这样的经文呢 来证明这个路程 然后接下来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明书记的20章 明书记的20章就是在最右边的最上方 明书记的20章的22节 这里有一个经文怎么说的呢 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蒂斯起行到了荷尔山 证明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来到了荷尔山 另外这一段的经文的行程呢 可以配合着明书记的33章37节 来做详细的解释 33章37节怎么说的呢 从加蒂斯起行 安营在荷尔山 以东地的边界 以东地的边界 接下来呢 各位可以看到明书记的21章4节 明书记的21章4节 他继续这么说 他们从荷尔山起行 往红海的那条路走 要绕过以东地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盛事烦躁 这时候他们准备 要继续在亚拉巴古地呢 继续在往南走 继续要往南走 走到那个 以行加别那个附近 所以这个经文呢 就是从明书记的20章的22节 以色列全会众 从加蒂斯起行 到了荷尔山 对不起 应该是明书记的21章 明书记的21章4节 他们从荷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 要绕过以东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甚至烦躁 那这明书记的21章4节呢 可以由生命记的2章1节 来做加以补充 生命记2章1节 这么说的 此后我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 许多的日子 所以这些的经文呢 把它摆在正确的地方呢 各位就可以了解的 这个整个出埃及记的 他们如何在亚拉巴古地上下流动的行程 那各位我们现在就来到 还是我们还是看着这一张的图表 各位来到最右边的红色的这个 第四条红线呢 这条红线就继续往南行 继续往南行 它在往南行的过程呢 它经过了古歌大 有一个地方叫古歌大 又经过了荷哈吉甲 然后这都是荷哈吉甲是第十八战 约他八 约他八就是第二十九战 然后这里相关的经文呢 各位可以看到生命纪的十章七节 他们到那里起行 到了古歌大 又从古歌大 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 这是生命纪的十章七节 顺着这个第四根红线 往下走 往下走 然后看到 再来我们就看到生命纪的二章的八节 生命纪的二章八节 于是我们离开我们兄弟 以扫子孙所往的希尔 从亚拉巴的路 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 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这里非常有趣 这里就是他们 接下来他们就来到了 这个以寻加别 生命纪二章八节里面讲到 他们从亚拉巴的路 经过以拉他 就向南边走来 来到了以拉他 带来到以寻加别 然后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因为这个以东不让他们路 所以他们就绕到这个摩押 这个希尔山的东边 就是摩押旷野的 就是约旦境内的这个沙漠的高速公路 从那边再继续他们接下来的行程 各位我就将这相关的经文 还有这一个的这个Fritz 他所做的图表跟各位做一个解释 各位可以按照这个经文 也把经文找出来 按照这个图表的顺序 就一个一个这样走 你就会知道原来他们在亚拉巴古地 流浪了37年 这37年的行程都在这张图表 和相关的经文可以显示 可以显示 接下来我就给各位 把这个图表 还有前面两个地图 我把它通通放在一起 各位在研读的时候 你可以参照 看着这个图表 在看着这个地图上面 所显示的地区 然后你再把相关的经文 把它 刚刚我跟各位分享的经文 你把它找出来以后 你在整个再去看一遍的时候 你的脑袋里面就会有一个全貌 这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来说明这个美国的地理学家 他所独立制作的图表 让各位能够了解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亚拉巴的古地 亚拉巴的古地 这个美国的这位地理学家 Glien Fried 他认为以色列人流浪这37年 都是为了寻找新的牧场 都为了寻找新的牧场 因为他们带了很多流群 流洋 他们就在亚拉巴古地 去找新的牧场 而37年流浪的地点 也就是第一次进到加帝斯 到第40年回到加帝斯 中间他们流浪的行程 他认为都在亚拉巴古地里面发生 37年流浪的地点就是在亚拉巴古地 或者叫亚拉巴瓦地 它的英文可以这么说叫 瓦地 阿拉巴 或者是阿拉巴 阿拉巴 这是两种写法 它就是在亚拉巴古地的 从南到北 就是从四海南端的加帝斯的附近 到南部的这个羽形加别 在南北的这个亚拉巴古地上下的流窜 最远达到了 最南达到了羽形加别 亚拉巴瓦地或者是古地 是四海南端到阿卡巴湾 它长度大概有166公里 我曾经有开车经过 开车特别去看这条166公里长的 这个亚拉巴古地 接下来我后面会有很多的照片 来跟各位分享 其东边就是所谓的西尔山 西边呢 东边就是西尔山 亚拉巴古地东边西尔山也就是在约旦的境内 西边是巴南的旷野 就是在以色列南地 以色列的境内 亚拉巴古地大概宽大概有8公里 所以亚拉巴古地现在事实上是 约旦和以色列的边界 它的那个边界的界线就是在这个古地中间 是寻找草场与水源的理想之地 以色列人在加帝斯 第一次进到加帝斯叛变之后呢 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往红海之路的旷野 这里的旷野呢 就是指亚拉巴的古地 就是指亚拉巴的古地 那有关于亚拉巴古地的相关经文呢 我分为三个部分来跟各位分享 这里有所谓的 亚摩利人击败以色列人以后呢 以色列人在加帝斯停留了多日 然后他们就进入亚拉巴 有五处的经文显示以色列人进入亚拉巴 第一次的经文就是民宿记的十四章二十五节 亚马利人和加兰人住在古中 明天你们要回转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他说所谓从红海的路 就是亚拉巴古地 那民宿记的二十一章四节呢 他们从河尔山起行 往红海的那条路要绕过以东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甚是烦躁 那现在你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觉得好像看不懂 因为你再回头去看 刚刚我提供的这一个图表呢 这个图表还有相关的地图 你相互交叉的去看呢 你就会了解 那至于生命纪的一章四十节呢 也讲到至于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这里红海的路就是指亚拉巴的古地 那这个生命纪的二章一节 又讲到 此后我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的日子 这里所谓的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也就是指亚拉巴的古地 然后再来就是生命纪的二章八节 于是我们离开了我们弟兄 以嫂子孙所住的希尔 从亚拉巴的路 特别讲到亚拉巴的路 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 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这就是他们怎么样向南走了 经过亚拉巴路向南走 走到以寻加别和以拉他 然后绕过这个以东就是希尔的旷野 走到这个东边的这个 所谓的沙漠的高速公路 就是要往活压的旷野地方去 因为当时的这个以东不让他们路 所以他们必须要向南行 绕过这个以东所占据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亚拉巴古地相关经文的第二个部分 以色列人从加迪斯向南进入亚拉巴所扎营的地方 根据我们刚刚各位所看的那个图表 你再回头去看那个图表 我把它整理出来 他们所扎营的地方 会经过比利亚干就是第27站 这个比利亚干他们曾上下来回经过这边两次 另外有一个地方叫做和哈吉甲 第28站他们也是来回上下经过两次经过这个地方 也经过约巴塔第29站也是两次的造谎 那然后进到那个阿伯拿就是第30站 然后来到了旅行加别 就是阿卡巴湾的旅行加别31站 这是他们在亚拉巴古地上下的时候扎营的地方 另外以色列人37年流放至旅行加别 其阿卡巴湾均记在下列的经文中 明述记的33章35节到36节 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与寻加别 从与寻加别起行安营在迅的旷野就是加迪斯 这里在描述他们怎么样从最南端的加迪 与寻加别走到最北端的这个迅的旷野的加迪斯 就是第二次进到加迪斯 这是相关的经文 另外生命纪的2章8节也这么记载的 它说于是以寻加别 于是我们离开了我们弟兄姨嫂子孙所住的希尔 从亚拉巴的路 这亚拉巴的路就是亚拉巴古地 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另外在列王纪上9章26节 这里面讲到 楚罗门王在以东红海边靠近以路 以寻加别制造船丝 我们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个楚罗门王 曾经在这个以寻加别附近的红海 这边有造船厂 他来造这个船只 另外就是列王纪上22章48节 这样记载的 约莎法制造他丝船只要往俄斐去 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 因为船在以寻加别被破坏了 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他们造船当时的一个情形 另外在历代字上 历代字像8章17节也记载的 那时所罗门王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 这是记载的所罗门王在那边的活动 另外列王纪下20章36节 俄王合伙造船要往他失去 罪在以寻加别造船 这个以寻加别事实上是当时的这个 以色列的他们的这个造船厂所在的地方 那有关亚拉巴古地相关经文的第三个部分呢 这边在述说给大家听 37年流放结束前 以色列人离开了与寻加别 安营在迅德旷野加低斯 这趟行程中比利亚干有被提到 比利亚干位于亚拉巴古地的北方 那生命记的10章6节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利亚干起行 到了摩西拉 亚伦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公祭司的职份 这里的摩西拉就是所谓的荷尔山 比罗比利亚干就是比利亚干 比利亚干 也是离开加低斯往南行的第一站 这37年呢 以色列的百姓呢 一共在亚拉巴古地呢 他一共在七个地方扎营 在七个地方 是哪七个地方 他这个七个地方扎营呢 所走过的路大概有320公里 这是根据美国的这个地理学家 这个Fritz 他的论述 他说他们在这边流放的路程呢 有320公里 也就是加低斯与寻寻加别间 亚拉巴古地 南北移动 因为两个 从这个加低斯一直到这个 与寻加别 事实上他的直线距离大概是166公里 那因为他们在这边上下的流动 在不同的七个 分别在七个地方扎营 他所流放的路程呢 一共这37年呢 他们一共走了320公里 这是美国学者的论述 那这七个地方呢 就是哪七个地方呢 就是比利亚干 和哈吉甲 約巴塔 阿伯拿 比罗 比利亚干 古歌大 和約巴塔 这是相关的 这个亚拉巴古地相关的经文 我记得我在102年的时候呢 就是往上走 走到第一次进到摩西路 摩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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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谓的第一次进到加低斯巴里亚 那个行程呢 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西北边 约旦的东南边 这块土地呢 也就是所谓的汉字铁路 也就是阿拉伯的 英国的劳伦斯所活动的区域 这个区域呢 我上一次有相关的照片 也跟各位分享了 那今天呢 我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摩西路出来之后呢 第26站 从摩西路出来以后呢 一直在 一直在回到了这个 第32站的 迅德旷野加低斯 也就是第一次进加低斯 在亚拉巴古地流浪了 三十 三十七年 一共走了七个营地 所走的距离一共三百 刚刚讲到三百七十公里 这中间呢 这中间的行程相关的 这个地底的照片呢 我用将近六十多张的照片 来跟各位分享 我现在就一张一张的放给各位看 好 这一张呢 就是我们从最南部呢 往最南部的地方开始走 这边叫做以寻加别 刚刚也有跟各位分享的经文呢 就是《列王纪上》呢 九章二十六节 《索罗蒙王》在以东 红海 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 制造船只 这里就是索罗蒙王的这个 赵船长所在的位置 就叫以寻加别 这是第一张的照片 那第二张照片呢 第二张照片是这个《列王纪上》 二十二章四十八节 约沙法制造他师船只 要往 要往而匪去 将金子运来 只是没有去 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 这里就是以寻加别 这个城市呢 就是现在的阿卡巴湾呢 这个城市呢 另外一个风貌 各位再来看到 这是第三张 第三张的照片 也是以寻加别 这里是看历代字下八章十七节 那时所罗蒙王往以东去 以东地靠海的 以寻加别和以路 他们在这里要造船 这里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以寻加别 就是现在约旦阿卡巴湾城市的 这个风貌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看到 第四张图片呢 这是 它是《列王纪》 历代字下二十章三十六节 二王合伙要造船往他师去 最在以寻加别造船 各位看这个照片呢 里面有讲到这个 Arabah crossing 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在以寻加别呢 约旦和以色列呢 这边有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呢 它要穿过边界的一个关卡 在边界的关卡 那这个关卡的名字呢 就叫 亚拉巴关卡 Arabah crossing 亚拉巴的边界的关卡 就是在这张 第四张照片里面 显示出来 那第五张呢 这是在这个 阿卡巴 就是这个 阿卡巴湾 就是约旦的阿卡巴湾的 这个都市里面呢 这是我在旁边 有一只 有一只骆驼 我跟他一起照的照片 这张还蛮有趣的 那第六张呢 是指阿卡巴湾的海边 各位可以看到 海边的风貌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第七张呢 这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呢 从离开到阿卡巴湾以后呢 我们往上走 往上走就是 从这个 亚拉巴谷地 我往上开 沿着这个路线往上开 就是 我们出埃及记 这里面呢 它上下流窜呢 流到南方之后 往上走的 这一个 这个景茂 这沿路的这一些 一些的它的政府的建筑 我现在是在这个 亚拉巴谷地的 约旦境内的 这个公屋上面开车 不是在以色列 是在约旦 我们从这个 这个 就是以行加别 就是阿卡巴湾现在往上开 这是第七张 第八张呢 就可以看到 我们离开了阿卡巴 我们现在要往上走了 然后第九张呢 就可以看到 远处呢 就是所谓的西尔山脉 远处就是在我们右边 东边的西尔山脉 再往上走呢 这就是这个 你在亚拉巴的谷地里面开车呢 它是非常的空旷 非常的空旷 两边都是沙漠 两边都是沙漠 接下来呢 这一章呢 这一章就是 也是沙漠的地形 第十一章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第十一章 那这里有一个经文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 第十一章的经文呢 就是 明书记的二十一章四节 他们从和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 要绕过以东地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圣事烦躁 各位你可以想象 当年 以色列百姓在这里行走的时候 并没有公路 都是这个 各位看到右边的这个山脉 他们就在这个山脉里面走呢 所以他百姓的心中 甚是烦躁 我觉得这个经文配合的这个照片呢 还蛮有 蛮能够这个说明的 那这个第十二章照片呢 这个第十二章照片呢 这个第十二章照片也是这个沙漠的一部分 各位看到圣经的记载呢 以色列人出埃及呢 渡过红海抵达加低斯时 实际已经到了迦南的南边 由于违背耶和华的旨意呢 遭受惩罚 在亚拉巴谷地呢 流浪了三十八年 才能够进入迦南地 那第十三章的这张照片呢 配合的这个说明是怎么说的呢 亚拉巴谷呢 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一条谷地 北街十海 南至 鸿海至 阿卡巴湾 和以拉他湾的东非大列谷的组成部分 整个约旦河 你从这个加利利湖一直到十海 一直下来到亚拉巴谷地 这整个都叫做非洲东非大列谷的 所以这是亚拉巴谷地 是东非大列谷的一部分 它全长呢 一百六十六公里 最高呢 大概最高的地方两百三十公尺 古地全年的炎热干燥 人烟稀少 以色列这一侧呢 人数 有少数人定居 约旦这一侧几乎没有人居住 只有一个 一条公路在这里通过 古代该地区呢 地理位置重要 所罗门王曾在此处开旷 纳巴提王呢 曾在控制过古地的东部 就是以东地 这是相关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说明 这一章呢 是第十四章的照片 这里面的生命记呢 里面有记载 至于你们要转回 从鸿海的路往旷野去 各位 鸿海的路就是这条路 这条路就是 甲拉巴古地的这条路 接下来第十五章的照片呢 这里面 生命记的二章一节说 此后我们要转回 从鸿海的路往旷野去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 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的日子 你看这张照片的右边呢 东边就是西尔山 就是西尔山 这是相关的照片和经文 另外呢 第十六章照片呢 相关的经文 是生命记的二章八节 于是我们离开了我们弟兄 姨嫂子孙所住的西尔 从鸿海的路 经过鸿海与行加别 转向摩押晃野的路 所以各位 你在看着这个照片 在默想这样的经文 你就可以对着整个 出埃及记的鸿海的古地的行程 有一个全貌 接下来第十七章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 我当时去的时候呢 我的阿拉伯朋友 特别告诉我说 叫我晚上不要在这边开车 一定要在黄昏 黑暗之前要离开这个亚拉巴古地 他说因为到晚上呢 有很多的野兽 特别是当风沙很大的时候呢 它那个风呢 会把沙漠的沙子呢 吹到这个路上 那路上整个道路路面 会被这个沙漠所掩盖 所以晚上呢 你甚至开车灯呢 你都没有办法看到 看到这个路面 你就会在沙漠中会迷路 他特别有告诉我说 你千万不要夜间行走这条路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 我大概好像晚上七八点 我就开到了这个死海的这个 从亚拉巴 从雨群加别开到死海的南端 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亚拉巴古地 可以开了好几个小时 那接下来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第十八章照片呢 就是风沙很大的时候呢 各位看到 路面有的时候都会被风沙所掩盖 这个是第十九章 这也是风沙掩盖的一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旁边还有一些的这个路标 路标上面画了一只骆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这边开车呢 小心会有骆驼 会跑在这个道路上来 会跑到道路上来 那骆驼他们为什么会跑到道路上来 我记得我以前在南非工作的时候呢 南非的朋友告诉我说 晚上动物都喜欢到这个马路上来 是因为呢 晚上天气很冷 那那个马路呢 白天呢因为被太阳晒了以后呢 马路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晚上他们都喜欢到这个 这个马路上来取暖 是不是也许是这个原因 各位在看到这个第二十一张照片 这就是所谓的 亚拉巴古地的两侧的沙漠 两侧的沙漠 这边第二十二章呢 也是沙漠的照片 然后第二十三章呢 我特别停下来呢 其实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这个有学者认为 以色列人在亚拉巴古地呢 他们是在寻找新的牧场 来牧养这些羊群和牛群 事实上呢这个沙漠里面呢 它还有很多的动物 只是我们不了解 这就是里面沙漠里面的 这两只不知道什么样的虫 我把它照下来 这跟各位分享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第二十四章 照片第二十四章 也是沙漠的一部分 再来这个第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也是沙漠的一部分 然后第二十六章 这也是沙漠的一部分 然后接下来这个第二十七章呢 我就停车我下来照相 当时我还接下来照相 因为急着要离开这个亚拉巴古地 我也没有 人没有下来照很多的像 我大概在那边照了一两张 这就是其中的第一张和第二张 就在这个沙漠的后面呢 就照了这些照片 接下来呢 就是第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照片 也是沙漠的一部分 各位可以去看来欣赏这个照片 这也是沙漠三十章沙漠的一部分 然后因为我们开到已经接近黄昏了 太阳慢慢下山 在沙漠里面看太阳呢 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艳丽 这下山时候的太阳 然后第三十二章 这也是一个当时的地貌 这个地貌事实上就是 所谓的这个西尔的山脉 因为你亚拉巴古地你往北走呢 它的右边的东边就是西尔的山脉 这个就是这个西尔山脉整个的这个 这个山脉的这个地貌 在这个三十三章呢 这也是沙漠的一部分 然后再看三十四章呢 这也是亚拉巴古地沙漠的一部分 然后再来三十五章呢 这也是亚拉巴古地 西尔山脉的这个地貌 那接下来呢 我还特别用手去抓了一下这个沙子 这手不是我的 这是我同事的手 他抓沙子的时候我帮他照的 来摸摸这个亚拉巴古地的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 然后这时候我们车子继续开呢 黄昏就已经接近 太阳慢慢就下去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这个是第三十八章 也是亚拉巴古地太阳下山的这个照片 再来我们看到第三十九章 这也是亚拉巴古地的一部分 然后看到第四十章 这个就是太阳 太阳下山的时候非常的大 那照相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些的反光 然后再来就是 这是亚拉巴古地的另外一侧 靠近以色列那一侧 这是第四十一章的照片 再到第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 这也是亚拉巴古地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在 约旦境内亚拉巴古地开车呢 我们已经非常靠近 以色列和约旦呢 在南部的边界 而这个地方事实上 两国都有所谓的军队在这里驻守 只是我们开车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都守规矩嘛 所以我们也不担心这些事情 我们继续 车子继续往北开 这是 也是这个 这个 第四十三章 各位可以看到 这也是沙漠 西洋的一部分 这一章也是沙漠西洋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来到第四十五章 这是远处的沙丘 四十五章 然后四十六章 可以看到风沙很大 几乎要把这个道路呢 沙子要把道路给覆盖住 所以我们现在到夜间 要离开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七章 然后看到第四十八章 这也是亚拉巴古地 这时候我们已经快接近十海了 我们已经开了大概 已经过了三分之二的 亚拉巴古地的路段了 这是沿路 沿路的风景 沿路整个的地貌 各位可以从第五十章 再来五十一章 偶然对面会有车子开过来 车灯都打开 虽然是白天 但是大家还是把车灯打开 然后这是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二章 这里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希尔山脉 希尔的山脉 第五十三章 这个壮丽的山脉 这是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四章 这是第五十五章 我们已经开始接近了这个 死海的南端 慢慢可以看到 有部落在这边居住了 这边就是接近死海的南端 第五十六章 照片第五十七章 然后我们进到第五十八章 夕阳慢慢西向 然后到了第五十九章 这里事实上 这边有一个休息站 这个休息站 这个休息站 那个山脉 就是接近死海的山脉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不是我那一天照的 那一天照已经天黑了 这是我之前有去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在这个附近的一个休息站 我照了一张照片 各位要各位了解 在亚拉巴谷地里面 它的植物是非常茂密的 你看到它这个花是这么的茂密 你就知道 以色列百姓在这边找牧场的原因 以色列百姓在亚拉巴谷地流浪这三十七年 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植物 事实上沙漠里面它的植物 它只是比较缺水 但是它植物是非常丰富的 这张是我先前在这个休息站 这边照的照片 那这一张就是我们接近死海的南端 这一张第六十二章 这个是死海南端的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死海南端的风景 那这一张也是死海南端的这个风景 就是亚拉巴谷地的死海南端的这一个海景 那这里再往死海再往上走 它的这个水面就比较宽阔 然后再看各位看到第六十五章 这也是死海的南边的这一个海面的风景 然后因为亚拉巴谷地上下来回 上面根据圣经的记载是在荷尔山和摩西路 就是加迪斯一直走到这个羽群加别 所以我就特别把这个 这个美国的地理学家这个弗里斯 他认为的荷尔山和加迪斯的照片 我把它拿出来给各位看 因为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的境内 蓝地 这地方我没有时间 我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地方去 所以我这边只能提供这边所谓的 这个美国地理学家他所提供的荷尔山 以色列境内的荷尔山和加迪斯的照片 就是下面的这一张的 这一张照片就是荷尔山生命记的十章六节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利亚干起行 到了摩西拉 亚伦就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他儿子以利亚萨接续他公祭司的职奔 这是这个弗里斯这个博士 地理学家他认为的荷尔山在这里 这是他的照片 这一张也是弗里斯他所提供的荷尔山的照片 这一张 那接下来呢 这一张就是他提供在荷尔山的西兰方不远的 西兰方不远的地方的加迪斯 也就是所谓的摩西路 这个地方他提供的照片 那最后这一张照片呢 各位看完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了尾声 最后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死海的南端呢 我当时有感动呢 我就在这里吹号角 当时我在吹号角呢 我心中所思想的是什么呢 我说因为号角它是有声音 号角它是有这个频率的 那我大声的吹号角呢 我是 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我要这个号角的声音呢 来唤起呢 在三千五百年前 以色列在这里流浪 所留下来的这些的痕迹呢 这些痕迹呢 他们可能以某种形式呢 都留存 我们现在肉眼可能看不到 但是他们一定有某种形式 留存在当地的石头里面 或者是这树丛中 或者是说海面上 这些的能量呢 当时他们活动的这些的 这些的这个 这些的这个 这些的这个能量呢 我相信它 依然存活在这个 这些的石头 和这个 这个植物和海面当中 所以我想利用吹号角呢 来唤起 唤起历史上的 这一段初埃及记的记忆 这是我当时的 当时的这个领受 所以我特别要在这里 大声的吹号角 今天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跟各位来分享 这个亚拉巴古地整个的这个故事 那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 我也来为各位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 带着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记 流浪37年的亚拉巴古地 我们在这个古地当中 我们看到这里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以色列的百姓 因着对神 因着对神失去的信心 神处罚以色列百姓 在这里流浪了37年 是的主啊 我们要记起以色列百姓 这一段不顺服的 不顺服神的旨意的 这一个的所遭致的结果 是的主啊 你在透过这个课程 这个行程 你向我们教导 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 不论环境多么的艰难 我们肉眼 多么没有办法 来顺服这个神旨意的时候 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在心里 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 依然要坚定着持守 神的律律和典章 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你从这个亚拉巴古地的这个行程 你教导我们 要坚定这个信仰 走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我们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就到尾声 下次与大家 希望我们下次再 要与大家共同的分享 谢谢大家 再会